这是我见过最能憋尿的女人 一抛尿她憋了八个小时 因为她旁边坐着一个男人 两人已经被困在电梯里很久了 电梯里没有厕所 女人只好选择憋着 此时的男人也看出她有些难堪 于是她把自己的外套递给了女人 见女人死活不同意 男人让她用自己的保温杯 原来在八个小时前 女人刚下班准备回家 然而电梯刚要关门 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可电梯刚启动不久 突然一阵颠簸 电梯停止了运行 男人见状按下电梯报警器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 然后她用手尝试掰开电梯门 可电梯门实在是太紧了 就在这时 女人发现电梯角落有个摄像头 两人对着摄像头挥舞着手臂 但似乎也没人注意到她们 两人同时拿出了手机 不用猜也能想到 在电梯里肯定是没有信号的 女人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由于公司放了三天小长假 本打算第二天坐飞机去看男友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岂不是要在电梯里待上三天 不一会儿的功夫 女人的情绪变得有些暴躁 她疯狂敲打着电梯门 但此时大楼里 除了她们俩以外 已经没有第三个人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虽然两人之间并不认识 但目前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两人只好开启了闲聊模式 男人说这是她今天第一次上班 就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 还夸女人长得好看 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瓶水递给了她 此时的女人正好有些口渴 她觉得男人挺会来事 便逐渐对她放下了戒备 然而令她万万没想到 其实这一切都是男人对她的套路 不久之后 女人就开始想上厕所 可毕竟身旁有一个男人 这让她觉得有些难堪 她憋了很久 实在是憋不住了 男人见状 递给她一件衣服 让她在衣服上解决 但女人死活不同意 最后实在没办法 女人用了自己的保温杯 而男人也很绅士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经过这件事之后 两人的关系又更进了一步 男人从包里拿出一瓶好酒 两人一边喝酒 一边畅谈人声 他们还互相画着彼此的画像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 两人的聊天话题也越来越深入 接着 男人向她慢慢地靠近 然而接下来 两人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可第二天 女人的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 她非常严肃地对男人说 希望她可以忘记昨晚发生了事情 可谁知仅仅这一句 却瞬间激怒了男人 她把事情的真相对女人讲述 原来很早之前就喜欢上了她 每天都在暗中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更为惊讶的是 男人也并不是第一天来上班 而是这栋大楼里的保安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她提前安排好的 正说着 男人就拿出了电梯钥匙 可没想到 当女人看到这一幕 彻底傻了眼 她的情绪瞬间失控 大骂男人是个变态 等出去后一定会报警抓她 男人本打算放她出去 可一听这话 瞬间改变了主意 女人见状立马冲了过去 在两人争抢的过程中 女人不小心把钥匙踢断了 这下糟了 没了钥匙还怎么出去 女人一气之下 对着她拳打脚踢 她脱下自己的高跟鞋 上去就把男人打倒在地 由于自己用力过猛 男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她害怕男人已经死了 便慢慢凑上去查看情况 可没想到 男人突然起身 直接把她砸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男人就坐在她的旁边 她恐吓女人说 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 还说自己出去后不会放过她 女人缩在一旁瑟瑟发抖 很显然她有些害怕了 随后男人爬上了电梯 试图寻找出口 只见她拿起保温杯 用力砸向天花板 果然这招很管用 可是问题来了 两个人只有一个能先上去 女人见状立马改变了态度 她要求自己先上去 等出去以后 可以再找人回来救她 还答应会跟她在一起 而傻傻的男人却信以为真 就这样 女人顺利地爬到了电梯上面 谁知下一秒 女人对她比了一个国际手势 坏了 男人知道自己中计了 她愤怒不已 眼看女人就要逃了出去 在交集的过程中 她发现两人的外套在电梯里 于是男人灵机一动 把两件衣服连接在了一起 接着 把她扔向了天花板 然后顺着衣服爬了上去 由于女人恐高 行动上有些缓慢 看着男人就要追上来了 危急时刻 她扒开电梯口拼命地求救 可这根本无计比试 大楼里一个人都没有 然而下一秒 但这一次 女人先醒了过来 她怕男人醒来报复自己 于是用衣服将男人捆绑住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的同事回到公司替班 她叫了好几声 都没有得到回应 突然她在监控里 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放大一看 里面居然躺着两个人 同事赶紧用控制台呼叫他们 两人同时被声音吵醒 女人激动得已经快要哭了 可她却不知 身后的男人正在悄悄解开绳子 不一会儿的功夫 同事撬开了电梯门 她让女人稍微等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把电梯弄下来 可谁知等她回过身来 女人却突然不见了 电梯里面黑漆漆的 同事想进去查看情况 却不料 同事刚爬上去 男人就启动了电梯 然后死死压住男人的双手 只见电梯缓慢上升 同事当场毕命 随后她把女人伸进后备箱 再把同事的尸体扔进了电梯井里 接着她开始清理案发现场 并洗掉了身上的血解 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最后一步就是来到控制台 把电梯内的监控视频全部删掉 待一切都处理妥当后 她开车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她从车上拿出了汽油 然后把汽油淋在了垃圾桶里 准备搞个毁尸灭迹 等她打开后备箱 女人的表情看上去已经死了 实际上 她是装的 男人也没有多想 她将女人的东西都扔进垃圾桶 可就在她回过身的时候 却被女人直接打倒在地 还来不及多想 女人立马开车准备逃离 但令人意外的是 还没走多远 她就停了下来 或许是因为男人的种种行为 让她愤怒到了极点 她不想就此放过男人 接着 她一脚油门把车倒了回来 看着垃圾桶里间烟一息的男人 她拿起打火机 点了一根雪茄 男人用微弱的眼神向她求救 但为时已晚 只见女人用手一弹 大火瞬间熊熊燃起 男人最终被烧成了灰烬